披着狼皮的羊 一个夏末的早晨,哈伯特正在吃早餐,乔吉娜跳过栅栏跑过来。 早上好,哈伯特。 他说,我要去海边游今年的最后一次游,你去吗? 为什么不呢?哈伯特说。 当他们跑下山时,听到了汽车喇叭声,是哥哥。 他正坐在他崭新的名牌敞篷车里。 你们要去哪儿啊? 他问,去海边游泳。 哈伯特说。 上车,我带你们去,抓紧咯。 哥哥说着,加大了油门。 车子顺着乡间小路飞快行驶。 我喜欢风吹动毛衣的感觉。 乔治娜说。 突然,车哐嚷一声,停了下来。 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哥哥说。 他检查了一下发动机,然后推推这儿,悄悄那儿。 这可不是开玩笑,这么贵的车,还很难找到地方修呢。 这三只羊只好在车边坐下。 除此之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怎么了? 这时,传来一个声音。 他们四处看了看,只见一艘船正朝他们开过来。 那是布里特船长。 哈伯特告诉船长他们要去海边。 我正要去那儿。 船长说。 为什么不上来跟我一起走呢? 你们会找到一个机械师修车的。 这个提议不错。 于是三只羊上了船。 船沿着河飘啊飘。 哈伯特干脆躺到了甲板上,眼睛盯着蓝蓝的天空,发呆。 船到了海边,三只羊谢过船长兴奋地向沙滩跑去。 他们做完了准备活动,正要冲向大海的时候。 嘿,等一等。 有谁在叫? 原来是四只狼正在沙滩上玩迷你高尔夫球。 我并不想这么冒昧。 其中一只狼说。 不过考虑到你们漂亮的外套,海水会把它们冲坏的哦。 说的没错。 哥哥说。 看。 狼继续玩着球。 我们会照看你们的外套的。 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到我们的伞下面来呢? 听起来是一个好主意。 哈伯特说。 祝你们游得一块儿。 四只狼说。 三只羊游了一个多小时。 当它们回到岸上时,觉得好开心。 三只羊游了一只羊游了一只羊游,也没有找到一根羊毛。 沙滩上有两道车轮印。 我们跟着这些印记走。 哥哥说。 可能会找到那些狼。 它们走了整个下午,最后来到镇上。 我好饿,可我的钱还在我的外衣口那里呢。 哥哥咕嚕嘰弄的,天越来越黑了,三只羊也筋疲力尽了。 它们坐在镇上的喷泉边。 对了。 最后乔治娜说 我们有一个去处 哪儿 哈伯特问 我的表哥伊利奥特呢 他是一个侦探 于是乔治娜带着朋友们 去了他表哥的办公室 玻璃窗上写着 伊利奥特私家侦探 当羊儿说完了他们的遭遇 侦探沉默了很久 镇上有好多狼 他说 他们中有很多都不做好事 也不打高尔夫球 伊利奥特戴上眼镜站起来说 我需要出去透透气 说着就走出了办公室 时间已经过了半夜 街上也没什么人了 突然侦探的目光停在了一个地方 他看到了什么 有一群猫在玩鹰式橄榄球 哥哥说 看他们玩的 伊利奥特说 都乱成一团了 玩橄榄球都是这样的 乔治娜小声说 但是看看那个球 侦探说 越来越小了 猫儿们很快就缠在了一起 孩子们 伊利奥特对猫儿们说 要是告诉我们是在哪儿找到球的 我们就帮你们解开 猫儿们说 他们是在路上捡到的 它是顺着路滚过来的 侦探说 好 跟我来吧 要是你们喜欢玩游戏 就帮我们一个忙 伊利奥特开始跟着路上的毛线走去 毛线沿着人行道绕过了路灯柱 它本该拐过街角 穿过下水沟 但最后却进了一座破旧的小楼里 噓 伊利奥特对大家做了个手势 猫儿们兴奋极了 他们轻轻推开门 看见在楼梯的最上层有一个标志 狼兄弟优质毛衣纺织厂 他们能听见屋里传出的笑声 和收音机里滴滴的绝世乐 侦探敲了敲门 里面的声音停了下来 慢慢地门开了 一只狼探出了脑袋 伊利奥特趁机撞开门冲了进去 我们来找我们的外套 侦探说 狼们停下了手里的活 低下了下巴 但很快又恢复过来 谁见过一只敢跟狼打架的羊 一只狼叫起来 伙计们揍他一顿 四只狼跳起来 一起拥了上去 伊利奥特抓起一篮子毛线团 扔向空中 上 小家伙们 他叫道 当猫儿们冲进房间时 毛线团滚得到处都是 三只羊也加入进来 一点也不像玩橄榄球 但猫儿们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玩的了 四只狼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游戏 游戏结束 哥哥发出胜利的欢呼 你们拿不回外套了 狼说 我们已经放成线了 那我们只好拿走这个了 哈伯特领起了一个大包 当羊儿和猫儿走上街道时 天都快要亮了 哥哥向猫儿道谢 不用谢 猫儿说 我们玩得很开心 我要送你们回去 伊利奥特说 谢谢 乔治娜说 伊利奥特 你是一个伟大的侦探 对不起 没有及时抢救出你们的外套 伊利奥特说 这不是你的错呀 乔治娜说 外套很快又会长出来的 哈伯特说 他还背着那个大包 我饿死了 哥哥说 我也是 好想吃早餐呢 哈伯特说 我们回草地上去吧 乔治娜说 乔治娜说 于是 他们就去了草地 我饿死了 我饿死了 ый